8月2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消费扶贫行动有关情况 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介绍 入讯以来中国南方部分省份洪灾十分严重 截至8月21号洪灾涉及贫困地区受灾群众超200万人 其中13000户有反贫风险 对此国务院扶贫办已采取针对性措施 帮助他们克服灾情影响实现脱贫 我们及时把有部分可能出现反贫的 接近13000户 包括脱贫的人口和边缘人口 及时拿入了新的接受体系里面 把每一个受灾贫困家庭 每一个受灾人口和受灾的情况 梳理清楚以后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补重抢收等多种方式 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针对对贫困地区已经就业 已经上岗这一块的相关人员进行数据比对 在发达地区也好 在所在省也好 在本屑就业也好 要稳定他们的就业岗位 保证他们的收入 今年年底这些贫困家庭贫困群众 包括脱贫的 一定要稳定实现目标 不拿一个后腿 洪天云说消费扶贫行动 是应对疫情洪灾影响的有效方式 目前前期工作已取得初步进展 下一步国务院扶贫办等11个部门 将组织开展全国消费扶贫月活动 进一步扩大扶贫产品销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 和7月份入训以来的灾行影响 把消费扶贫抓好 是应对解决突出问题 一项重要内容 贫困地区这几年产业起来了 能不能巩固 能不能可持续 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一些产业 有市场 有规模 有品牌 但能不能畅通地和市场有效对接 需要通过消费扶贫这个平台 进行广泛的推荐和宣传 会上有记者问及 如何规避部分扶贫产品 过于依赖帮扶单位包销 不够市场化的情况 对此洪天云也做出了回应 一个是扶贫产品本身 对产品进行监管 第二对政府工作行为 要进行监管 第三个对市场经营主体 要进行监管 我们也通过多种方式销售贫困地区的产品 特别是扶贫产品 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来支持你 但是另一方面 不能绑架消费者 必须要把最优质的 那个活格产品 而且能够是解评带评机制的扶贫产品 向市场推荐 从来没有从政府部门的角度 去把那个扶贫产品 由哪个部门来包销 来分任务 来压任务 甚至做指标 国外扶贫办有一个12317全国扶贫系统的举报电话 及时举报 我们及时查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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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